3月3日,东盟之约通过官微发文,官宣肖战正式加盟节目,共同探索2022年北京冬奥会男子冰球比赛场地国家体育馆,一起为冬奥助力。 并在发文下方附上了一则关于肖战穿上冰球服运动的视频。 而肖战也身临其境参加了冰球运动的训练了。 当然,在运动之前,热身也是非常重要的,随后肖战也开始了学习的阶段,只见他在瑜伽球上一边保持着平衡一边控制球的方向。 对于初学者来说,这样的训练有是有些难度的。 视频中,肖战头戴黑色的专业头盔,上身穿一件印有7号数字的白色冰球服,下身着一条黑色运动裤,双腿绑有浅色护具,整个形象看上去十分清爽。 大有专业运动员的模样,尤其是他在冰球场上奔跑的背影,更是撒爽。 节目中,肖战不仅穿上冰球服在赛场上奔跑,而且还亲自体验了有关冰球运动的技巧课程,包括对冰球力度的掌握,对冰球方向感的掌握等等。 肖战表示,冰球运动项目真的很难。对于肖战穿冰球服的造型,不少网友都表示目了,直言要和肖战一起围冬奥加油。 肖战却如鱼得水起来,从视频中也可以看到一开始肖战是需要拉着队友跑的,本以为他会一点点的适应,之后下能够飞快的前进。 但是肖战却没有,上了就直接带起了队友,而且速度也不低,这一下也让不少人感到在震惊,没想到肖战居然在冰上的控制力会这么好。 其实肖战之所以在冰上会那么顺利的带起队友,那也是因为他有一个不为人知的小技能,那就是滑冰。 虽然肖战的表现有点小笨拙小滑稽,但毕竟不是专业运动员,整体算是不错了。 竞技综艺本身就有难度,冰球更是一个高技术含量的冲撞运动,要在冰上相互对抗的集体性竞技真不容易,肖战一个艺术生要在冰上唱跳打球,算是过得去了。 毕竟在近年来,肖战一直说自己特别想滑雪,以为滑雪就是肖战的唯一,但是殊不知,肖战给我们的进行并不只有这些。 在此前,肖战就透露说自己会滑冰,不过他自己也表示说虽然自己滑的不是特别的厉害,但是也还不错。 这一技能想必劳粉也很少有记住的,不得不说肖战也是靠着这个隐藏技能所以才有这么精彩的表现的,所以多多少少还是加了一些分数的。 不过,这毕竟是一个冰球运动,不知道肖战的球技怎么样,虽然说进行了短短的训练,但是能否经验到观众也是一个变数。 肖战加盟东盟之约的消息,被官方置顶于页面的首页,仅官宣两小时,便吸引超4700万网友的围观,并引发30余万人次的讨论。 由此可见,肖战虽然自227事件后,深陷各种舆论风波,但依旧是圈内顶流的存在。 据悉,第24届冬奥会将于2022年2月4日至2022年2月20日在我国北京和张家口举行,而冬孟之约则是将冬奥会文化和真人秀结合的大型真人秀节目。 该节目已于2月5日在北京卫视开播,华晨宇、朗朗、王力宏、伊丽媛、王毅博、吴亦凡、易阳千玺皆是节目组你妖的明星嘉宾。 肖战的官宣意味着他与王毅博有望再次同台,两人同伙于古装仙侠剧陈情令,从此便有了名为伯军一销的CP组合,也是一段时间圈内名气最旺的存在。 但227事件的爆发不仅让肖战深陷舆论风波不能自已,更让两人之间的距离越拉越远,一下从亲密无间的友人被迫成为没有交集的路人,博军一笑的称呼也逐渐被淡去。 此次,两人有望在《东梦之约》中同台的消息,吸引了众多粉丝的关注。 2月26日,邓亚平在芒果卫视筹办的开年演讲中,喊话王毅博参加奥运会街舞比赛,并坦言,现在好多年轻的艺人都是多面发展,这是年轻人一种非常好的状态。 2024年的巴黎奥运会已经把街舞和滑板列入到了奥运会的项目当中,王毅博好好练练业务技能,争取能够参加此次奥运会。 双引号点,邓亚平原中国女子乒乓球队运动员,曾在1996年的亚特兰大奥运会,成为中国奥运历史上第一个夺得四枚奥运金牌的人,为祖国的奥运事业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此次,他称赞王毅博的街舞实力,并历见其参加2024年的巴黎奥运会,引发众网友热议,直言邓亚平好眼光,王毅博好舞技。 前奥运冠冠军邓亚平的喊话,让王毅博迅速登上热搜榜,冬奥会也再次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而那时候就有网友,借助这个热点呼吁冬孟之约节目组邀请肖战和王毅博共同成为冬奥会的推广大使。 其实,除肖战和王毅博之外,张艺兴早已于2月19日出现在《东梦之约》的舞台上,同台的还有前中国冰湖队队长王冰玉,青年舞蹈家华肖一等知名人士。 节目中,张艺兴不仅与国乐大师方锦龙献唱了歌曲《炎黄子孙》,而且还亲自感受了冰球运动的博大精深。 很多人都只知道博军一销却不知道博军一销,其实肖战和张艺兴在工作上存在许多交集,比如肖战和张艺兴都担任过我们的歌的常驻嘉宾。 2019年,两人还在某地方卫视的跨年晚会上,共同合唱了歌曲《我们都是追梦人》,而真正让人将他们捆绑为CP组合的是, 两人在短视频平台上的个性签名,肖战写的是有趣的灵魂,张艺兴写的则是希望成为一个有趣的灵魂, 未经商讨却如此像秀恩爱的签名,让人磕到不行,两人也因此相互关注。 去年,王一博和张艺兴同位这就是街舞3的导师,两人在台上相互较量,相互帮助的画面十分和谐,趣味相投的两个人也由此成为好朋友。 由此很多人将CP组合博军一销的名字改为了博军一销,不知道此次都有加盟《东盟之约》节目的他们是否能够同台演出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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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立场 顺带 适量